繼續來到台東 不管是關山 也只是地上的米都很出名 現在當時第一季會中座的收割季 但是農民 目頭角角 因為連我如果在我大風收 農會層口就要忘了 不然民間的米蔥停收到米 包括關山地上頂的農會也選擇停收 問題是 要還有一碗的地方也不會來收割 也不會怪農民 心情不會開花 所以後面這百分之五十幾的這些 要不會採收的這些切子 未來要怎麼處理 何去何從 這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問題是因為天氣好 台東這邊已經連續兩年 總共四季的中央都放收 不然民間的米蔥都停收中央 包括關山地上幾個經濃會的同樣都停收 所以現在就是那些沒有氣做的 就可能比較麻煩 現在價錢就會低 對阿 就驚說生產變成做白工 農業希望說管政府可以到三天 有生產履歷 有跟我們那個地區農會做氣做的農戶 優先來做收購 也做高單價的收購 農會現在是依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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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 在這裡解決這個問題 管政府跟農會也要在最老金 希望說可以趕緊替這些農友找到答案